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发 坐了51分钟火车就来到Cardiff的市中心了 这里的KFC甚至是Sandsbury's local 在建筑上绝对没有抹股 道站第一步就是去Cardiff Market吃个brunch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星期五 所以大部分的店铺都是没有开的 有开的全部都是食市 又或者是买黑胶唱片的地方 我就选了在YouTube有介绍过的 在Bouteria Cafe吃个brunch 现在是11点多 所以就叫了个all day breakfast 那我就叫了leather bread breakfast吃 那就是等着他来的 现在 这间餐厅是即叫即做 所以我们等了差不多20分钟才有得吃 唯有喝着杯咖啡 这个早餐最好吃的就是他新鲜做的蕃茄醬 早餐的卖点其实是这一匹紫菜醬 还有他旁边的两块Cardiff Pancakes 但可能是我吃不惯了 我觉得紫菜很咸 这一匹紫菜醬 我把鱼匙放上来 这块鱼匙上面的鱼匙 即是新鲜做 所以是超好吃的 现在咬下去是 鱼匙麵包是超棒的 好吃的 吃饱了之后 我们就去兜了个圈 这里就有不同的东西买 例如糖 还有卖上都挺吸引的Cake 这些价钱一般在咖啡店都差不多三个多 之后我们就出发去第一个行程 就是去海边看一下拍照 一点多的时候其实还是阴天 刚刚才开始出太阳 现在我们就走到海边 这里一大片草原 之后那里就是海了 这里 我们现在应该走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去到海边看海边 看海边 我就在海边看他 对 这个是 dense的 我看到海边吃的 蛮的 我们上来看海边 快吃 这个是 剛才看到一群天鵝應該在交配 我覺得英國的保育做得很好 他特意設了這個圍欄 專門為小鳥和天鵝居住 前面這裡是Cardiff Bay 停了一些帆船 剛才來還是陰天 剛剛吹了一塊白雲 所以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拍照後我們一直沿著海邊走 欣賞一下海邊的風景 剛巧我經過一間雪糕店 看到裡面色彩繽紛的雪糕令我很想吃 我點了一個Mango Sorbet 配上Waffle Cone 三磅已經有差不多兩球的份量 加上室外的景色真的很划算 其實這裡的海景也是大同小異 不過在海邊走也是一個挺舒服的旅程 我喜歡英國這裡 是不會抹殺了其他地方的文化和藝術 之後我們就回到市中心參觀一下Cardiff Museum 但它的外場就不太吸引了 博物館分了兩部分 我首先參觀了Natural Museum那一部分 主要都是說說動物或生態 然後我去了Art Museum那一部分 這裡就是一些名畫 包括有Claude Monet的Water Ladies 是1905年畫的 還有其他印象派的法國畫家 另一邊就是比較modern的作品 都是contemporary art為主 咦?為什麼又回來Cardiff Market呢? 不用猜都知道一定是跟食有關 這裡新鮮出爐的Welsh cakes 我們一共買了11件 我們買了Original Coconut和Lemon的味 這個是檸檬味的Welsh cakes 大概是三個幾一塊 三個幾一塊其實算很便宜 而且它是新鮮製的 所以我也覺得好吃 裡面的夾心就是有些檸檬 但它不是很甜的那種 所以我也覺得挺好吃 這個就是Cardiff Castle 最高那點 但是我沒有買票進去 所以就是在這裡拍照 如果有買票就是 在很遠那裡看到人 走上走走 連接城牆那裡 就有一條河 那裡還有一些鴨在游泳 又打鐘了 應該五點鐘的鐘聲 這裡就是Budd Park的Gorset Stone Circle 它就是有幾塊石 有點像Bath的Stone Hatch 但是這個規模比較小 就是看這些石 拍照 在公園一直走 都看到很多的松鼠在刮孔 找東西吃 但是一過去拍照 它就馬上跳走了 我沒有想過這裡也有Minnesot 因為這些店 絕對不會在Bristol出現 但是一進去看法國的價錢 是跟香港和內地相差很遠 我想至少有五、六貴的價錢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空手而會 黃昏我們去了一間餐廳吃飯 點了一個Pasta 還有一個牛扒 配上三個Side Dishes 我們特地在火車站附近的餐廳吃 很快就可以去到火車站 幸好我們是兩個人一起走回去 如果不是這條路太黑 我都不敢自己一個走回去宿舍 Cardiff 一日遊的Vlog就到此為止 如果下次去其他地方 再拍過其他影片給大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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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